一个38岁离婚男人的提醒,有没有娶对老婆,过年回趟婆家就知道了。 如果说女人是谁,男人就是一条小船,夫妻之间相互信任,用心经营才能到达幸福的彼岸。 陈叶今年38岁了,和老婆留心已经结婚十年,这十年时间里争吵不断,她为了孩子一直不停地忍耐,以为她会改,但是却越忍耐越心寒。 今年年底,他们夫妻二人跟往年一样,回家看望父母,陈叶和老婆商量,今年给两边父母都准备一样礼物,老婆很不耐烦翻了白眼,假装自己同意了。 周末两人一起去商场挑选礼物,留心看上一件标价2000元的羽绒服,刘叶毫不犹豫掏钱就买了两件,平等对待两边父母,才是婚姻稳定的最大法宝。 可没想到妻子假装同意,最后却偷偷推掉一件,在网上买了一件200块的寄给了自己的母亲, 而那件2000块的寄给了自己的娘家,不仅如此,她还把退掉的羽绒服的2000块钱一定寄了回去。 过了几天,夫妻二人一起回老家,婆婆高兴地做了一大桌子柴,吃完饭,婆婆拿出新买的衣服对陈叶说, 你们夫妻二人在外不容易,钱要省着花,这件衣服我就留着过年再穿吧。 陈叶看到这件衣服,是一点点沉入谷地,原来在妻子心里,自己家人终究是外人,她的心里永远都只有自己的娘家人。 这件事对陈叶的影响挺大的,因为结婚以后这十年的时间里,这已经不是她头一次往家里拿东西了。 结婚后婚姻不再是两个人的事,而是两个家族的事。 照顾好双方父母也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,如果总是区别对待,夫妻关系怎么会好? 好的关系能促进夫妻感情,而区别对待另一半的父母,爱人只会感到寒心。 看来有没有娶对老婆,过年时候回趟婆家就知道了。 老婆自己亲妈与农服价值两千,而自己母亲年付却只有两百,陈叶并不在乎花多少钱,是妻子做法伤了她的心。 辛辛苦苦把自己拉扯大的母亲,却只配得到这样的待遇。 本来就和妻子商量好了,两边父母一样的礼物,结果却区别对待,换作是谁心里也不会舒服。 婆婆是除了妻子以外最疼爱丈夫的女人,妻子对自己的母亲态度,做丈夫的心里难免会有怨气,觉得你不尊重她家人,不尊重自己,再好的夫妻感情也会留下裂缝。 陈叶心里更加气愤,对刘欣说同样是长辈,为什么非要这么区别对待呢? 刘欣也生气了,你妈又不懂什么真的假的,只要开心不就行了,两千块那么贵,我也不是为了这个家着想。 刘欣作为妻子,这样做让丈夫寒了心,也失去了丈夫对妻子的信任。 信任是婚姻的奠基石,没有信任的婚姻犹如一条小船失去了船桨,婚姻终将失去方向,最后他们还是没有坚持下去,离了婚。 聪明的妻子都明白一个道理,对老公的父母好,自己在这个男人心中的位置会更加稳定,也会更加放心把整个家都交给你,你对父母好,他也会对你父母更好,人都是相互的。 结婚后夫妻本为一体,既然都商量好了两边父母礼物都一样,妻子却有了私心,一件宇荣服伤了老公的心,伤了夫妻之间的情分。 在电视剧短暂的婚姻中,有一句台词让人印象深刻,生活中没有正常和不正常的婚姻,现实里只有平衡和失衡的婚姻。 虽说婆媳难相处,可是妻子的做法没有把最基本的尊重,没有把老公家人当作自己家人对待,男人找老婆,有时也不能光看外表,还要看内在品德,以及对待自己父母的态度。 婚姻中娶到一个好女人,是男人一生的福气,更是男人安定的港湾。 经历了这件事,姑爷觉得老婆娶得好不好,过年回趟婆家就知道了,她的心里如果真的有你,必然有你的家人,否则你再爱她,她也不会有任何回应。